1930年代开始很多台湾人就吸家带卷到石原岛这里来打拼 从家乡呢带来了像是凤梨还有芒果的作物 甚至石原岛的第一只水牛也是渡海而来的台湾牛呢 对石原岛的农业发展可以说是帮助不小 到现在人口4万人的石原岛 台湾移民后代呢就占有3000人左右 等于在石原岛这里你遇到的1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可能是台湾人 在这里呢偶尔还可以听到熟悉的台语交谈 让人呢仿佛有置身在台湾的错觉 一首泪光闪闪七美婉转 天来的主人夏川李美 一开口就掳获台湾歌迷的耳朵 红到多次在台湾举办演唱会 响音轻量甜美 夏川李美被誉为日本四十年才出现一次的歌手 而让台湾人觉得云有容烟的 是出身石原岛的日本心灵歌姬 身上留着来自阿嬷的四分之一宝岛协同 事实上在日本最南端的城市石原市 有台湾渊源的人其实不少 而台湾人在某些领域甚至占有关键字的地位 像是走进超市里 生鲜架上标榜安心安全的地产递销 有许多新鲜雄亲就来自台湾人的耕地里 自家的芒果园里 六十岁的王隆志云和工人亲切打招呼 日语流利一级棒 台语也吓吓叫 王志云台中客家人 四十五年前十二岁时跟着父母举家移民到 日本石原岛 入籍时依照日本政府规定 才在原本王姓后面加了龙字成为日本姓 洛湖生根将近半世纪 现在是石原岛最大的农产户 种植蔬菜二十多样 凤梨 百香果 芒果都是故乡来的台湾种 至于怀为止 艾文芒果过减水则是身价翻了两番 一只小时一千块 如果贵的是差不多两千块 一只两千块 一只四千块 一只四千块 最小时也只要一只两千块 你最介绍是台湾的几倍 几六倍 我不知道 一颗艾文药价两千日元 相当于540元台币 在物价高昂的日本 也算是不便宜的水果 台湾品种移民十元岛 入境随俗在地化 住一栋五百四十万台币的高档温室 防台风吹打 防昆虫偷吃 还要钓高高做日光浴 这样比较紅就对了 在头上 对 去头上 不然这个要先在底下 这个就比较紅了 台湾品种没有水土不服的问题 在距离故乡两百六十公里的异乡 依照时序 结果累累 让台湾人收获丰硕 木瓜也是台湾产的 白玻璃也是与台湾拿来的 我的时机构也是与台湾拿来的 过去都与台湾产的 人也台湾人 目前跟王龙智云一样 在石原岛从事农业种植的台湾人 保守估计至少有二十户 全石原岛七家清果行 有五家老板是台湾人 農岛人比较多 80%台湾人 台湾人认真会做 在石原岛打拼的成绩丰硕 而整个台湾人在石原岛的移民史 而整个台湾人在石原岛的移民史 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 三零年代的日本时代 部分台湾人因为没有自己的土地 兴起了外出打拼的 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冲绳八重山群岛 成了第一代台湾移民闯天下的开墾地 陆续前来的台湾人超过上百人 也带来凤梨 芒果 甘蔗 引进水牛促进农业技术发展 民国时期仍然有台湾人 因为经济困顿或是躲避白色恐怖 政治迫害 零将背景落脚在石原岛 一直到现在人口四万的石原市 台湾移民后代就有三千人左右 2004年还有日本记者出版专书 记录这群在石原岛的台湾移民故事 肯定他们为当地贡献的历史成就 就可以知道台湾人在 Ishigaki 占有的一席之地有多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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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梨田里同样说的一口流利日语的是 而是太孜玛桑东京山 将近八十年前 太孜玛的父母就是第一批台湾移民之一 从两手空空登陆 向当地政府租山开垦 萍手之族 到如今擁有鳳梨田 水稻田 和甘蔗田共四甲地 比人还要高的台湾种甘蔗 再过几个月就可以收成 卖给甘蔗会社 做成冲绳黑糖的原料 早期是石原岛的主要经济作物 种植者大多数是台湾人 这种人刚刚很多 这都由台湾来的 较多 都玩年了 还有很多 我们老板是台商台架人 这个甘蔗经 Bomba 我听到以前不是说由台湾来 是吗 我有听到 我们台湾人比较大 更隔ли度 年轻时 阿兹马跟大多数的少年人一样 向往大都会的五光十色 曾經在東京工作五年 後來父親年邁 孝順的阿姿馬於是回家接棒 雖然在石原島出生長大 日語比台語更冷等 父母在世時不用說 後來娶了台灣太太 阿姿馬在家過的 基本上是台灣生活 每年拿日本護照 回台灣一次探訪親戚 問他覺得自己 到底是台灣人還是日本人 我可以說在這裡出席的台灣人 不可以說日本人 你不可以說日本人 不可以說日本人 不可以說日本人 我們祖先台灣 故鄉也台灣 老婆老婆台灣 所以說 是只說 大日本的台灣人 父母的異鄉變成自己的故鄉 對父子輩的故鄉陌生卻有熟悉 雙語雙重認同 屋裡門外兩種生活模式 在第三代身上 也許會漸漸消失 但石原島上的台灣第二代 的確是一種連在地人 都難以分辨的真實存在 沒有 我想說做到 做到... 做到... 我們做到... 不做到... 你落到... 做到不做 我... 我感覺你... 聽起來好像像台灣牛 台灣牛 只是要做而已 其實台灣人不只會埋頭苦幹 也有生意頭腦 石原島三大伴手禮之一的海鹽 第一家也是最大的品牌 老闆東鄉青龍就是台灣人 1955年國小五年級時 跟著父母來到石原島更做定居 二十多年前日本開放置鹽業 有生意頭腦的東鄉青龍 看上石原島無污染的乾淨海水 於是投入海鹽生產 幾年間打響石原海鹽的知名度 成為在地特產 深入西表石原國立公園海底 1.5公里的水管 抽取出來的捷徑海水 直接引入工廠裡的大灶裡 得要小火二十四小時連煮三天 才會有完美的鑽石結晶 然後撈起日曬一星期才大功告成 不含礦物質和微量元素 營養價值比一般石鹽高好幾倍 是日本人到石原島必敗的搶手禍 在家裡的貨物質比普通營養 貨物質幾倍 一公斤普通吃一公斤 一公斤是一百塊一票 我們這個業務用的一公斤 只要一千五塊 裡面有一百塊五千 微量元素礦物質 十五年有化妝品 微量元素礦物質就是一四四 這要放一支兩支 放到五千塊 內服外用都一級棒 除了賣研製品 東鄉青龍更看重海鹽的 養顏美容功效 另外開了海鹽SPA會館 吸引愛睡的妹妹們 來這裡泡海鹽湯 以鹽養鹽水噹噹 好神奇 炭情好像炭泰水 說什麼 八十年來 台灣人在日本最南端的城市 不畏難 用勤奮努力開闢出路 第一代落不生根 第二代開枝散葉 在異國的土地上建立家園 融入然後融合 見證了跟海水一樣 源源不絕的豐沛生命力 一年來 一天 三年十天 五年十月 一年多 四年十月 三年十月 一字歸